用车证价格居高补下 加上购车者必须预付50%的首期 本地人对长期租车的需求 一年来上升了10%到20% 有租车公司就发现 由于越来越多的人租车 来提供出租车预兆服务 短期需求也大幅度增加 来看记者叶国威的报道 这家拥有200辆车队的租车公司发现 私人出租车服务如UberX和GrepCar 越来越受欢迎 不少司机纷纷向他们租车 需求涨了至少五成 由于涉及更高的保险费和维修费 所以租车收费也比普通车更高 公司也表示 入于人力成本和用车证价格上涨 租车收费一般调高了10%到15% 但需求仍然强劲 这家拥有150辆车队的租车公司指出 年底是租车旺季 圣诞假节期间的需求更高 同比增加了10%到20% 因为这个来临的圣诞节是在星期五嘛 所以说可能是个常做梦 所以很多人不妨说租一架车到马来西亚 去旅游一下几天也好 还有一个多月就是农历新年 有租车公司表示早在11月底 已经有人询问关于农历新年的租车预定 预计到了明年1月 才会陆续有更多人前来预定 新闯门新闻记者聂国卫报道 圣诞节 圣诞节